女人在火车上猛然看到 坐在对面的帅哥 竟是自己多年前暗恋的对象 原来在十年前 两人就认识了 当时两人同样是在南京赶火车 因为乘客非常拥挤 男人本有办法挤进去 就是扶了女孩一下 才延误了时间 下一秒火车就启动了 女孩准备把她拉上去 没办法 火车越跑越快 幸好男人找准机会奋力一跃 可由于用力太猛 一个亮枪扑到了女孩怀中 旁边的同学开始起哄 两人害羞地把头扭到一边 尤其是这个男人 一路上娇羞地不敢再看女孩 他一直不肯坐 也不和我说话 好像立在我面前的一尊塑像 下车以后 男人问女孩路之后便离开了 本以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不料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两人再次聚到了一起 这个叫维维的女孩 是一位眼科大夫 这个叫中海的男人 是一位海军士兵 确认了对方正视中海以后 维维主动开始说话 听到对方竟知道自己十年前乘坐过这辆车 中海摸不着头脑 他询问维维是如何知道的 维维看中海对他没有丝毫印象 于是谎称自己是研究遗传学的 并且可以通过眼神知晓一个人的记忆画面 不可能 比方说 你就有严重的健忘症 是吗 嗯 那倒希望你给我治一治 维维询问中海 是不是去南京出差 不 是上潜艇专修学校 太好了 我们又是同路 听到对方说这个幼字 中海更为疑惑 他面无表情的样子 引得维维捧腹大笑 下车以后 两人走出了车站 这时维维给中海指了指路 你一直往前走 第二个路口向右转 就是长途汽车站 这些话 中海特别熟悉 于是想到了十年前 也有人跟他这么提及过 你一直往前走 第二个路口向右转 就是长途汽车站 两个声音开始交织 中海这才想到 原来面前的维维 正是当年的那个女孩 维维邀请中海去家中做客 两人在院子中闲聊 中海说 你的眼力竟真好 都过去那么久了 还能认得出来 维维说 可能自己是眼科医生的缘故 然而中海并不清楚的是 其实当时她的勇敢和善良 给女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两人谈话时 维维的父亲 带着朋友回来了 维维赶忙让中海避一避 等父亲离开后 你再跑出来 中海为此特别疑惑 可维维并没来得及解释 便给父亲开门去了 维维的父亲 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 这是她的海军老友张正伟 过来拜访 也是专程过来咨询眼科方面的问题的 趁着两人聊天的过程 维维拿着零食来院中找中海 中海知道维维的父亲非常严厉 于是询问她的母亲在哪 维维听后有些不快 原来她的母亲 在国家特殊时期 遭遇迫害死掉了 她还有个叫维家的弟弟 正是父亲亲手把二人拉扯大 因此对两人的期望值也很高 很快到了要分开的时候 两人恋恋不舍 迟迟不愿意离去 好似此刻爱情的种子 已经在二人心中生根发芽 他们彼此约定 以后通过书信来往传递相思 维维目送中海的离去 一直到对方的身影 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 本以为这份爱情可以一帆风顺 却不料父亲的介入 让两人的爱情之路困难重重 原来是维维的弟弟 喜欢上了一位芭蕾舞演员 他偷偷拿着父亲的相机 给喜欢的人拍照 还让司机偷偷看着家里的车 跟人家约会 很快二人的事情便被父亲知晓 一晚维维正在抵中海写信 下一秒 书房就传出了父亲的呵斥声 原来父亲在维家的房内 找到了一张照片 这是谁 维家声称 这是自己的一位好友 什么朋友 是 是 工作关系我不管 恋爱不许谈 还有 你是不是又用我的车了 说呀 我 我 看着维家支支吾吾的样子 父亲怒不可遏 微微听到争吵声后 也来到了书房 由于父亲一直心脏不好 此事差点气得他心脏病发作 为了能够让姐弟俩专注于个人的事业 父亲便给他们约法三章 第一 目前不许谈恋爱 第二 要致力于事业 第三 不许以我的名义 在外面求人受礼 或者许愿 特别不能享受你们不该享受的待遇 担心父亲的身体不好 姐弟俩尽管无奈 但也勉强答应了下来 来到卧室后 微微思索了许久 为了不让父亲难过 她哭泣着把写给中海的信销毁了 而另一边 由于中海迟迟等不带回信 于是把电话打到了微微的家中 电话里 中海询问信有没有收到 我工作太忙 而且 我 这一刻 微微想到了和父亲的起约 于是吞吞吐吐把电话挂了 而电话的另一边 中海还以为 微微只不过是把自己当做普通朋友对待 于是她也心灰意冷地挂断了电话 这段刚刚萌芽的爱情就这样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在之后的时间里 微微化悲愤为力量 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 没有了感情的干扰 她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 可十年的缘分 不会说断就断 几个月以后 微微受上级邀请给一位海军战士治疗眼睛 而这位展示并非别人 正是她日思夜想的中海 当看清中海依然俊朗的脸庞 让微微平静的内心再次泛起了波澜 她有千言万语想对中海说 却又不知从哪说起 幸好旁边的同事及时提醒 微微这才反应过来 可等她检查后才知道 中海的病况非常严重 要卧床休息 嗯 坚持用药 嗯 过两天再来看 嗯 直到中海离开的时候 也没有多说一个字 这也让微微失落万分 然而 中海好像也忘记了她的嘱托 这天本应是她去复查的日子 可微微等了一整天也没见她来 这也让微微开始担心起来 于是 她亲自到了部队 给中海复查眼睛 因为微微太想见到中海 可没承想 中海为了能够跟她划清界限 甚至谎称自己的眼睛恢复了 并不需要她再去治疗 不要意气用事 我这次来 是经过你们军务处同意的 以后 我每天这个时候来 这是介绍信 看着手掌的亲笔签名 中海并不敢违抗军令 而微微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更抚平了她慌乱的心 四目相对之下 两人的情愫暗流涌动 这一刻 微微也开始心疼起了她 为了避免中海再次伤到眼睛 微微每次给她治疗结束 都会跟她普及一些眼科防护的知识 两人在多日的相处中 再次找回了昔日 得温馨甜蜜 可持续这样下去 终究还会让微微心里不踏实 于是这天 她让中海帮自己一个忙 有个人 想在海军里找个对象 谁 是 是我的一个朋友 她也是个女医生 之后中海便开始询问微微 你朋友有什么要求没 而微微笑着这样说 人要纯真心地要善良 并且身高要和中海差不多 并且还提醒她 她还说要煽动人 还要出身农村的 农村的 这可要慎重 原来中海 有个战友刚找了女友 后来付了彩礼 便消失不见了 为了让中海打消心中的顾虑 微微还专门打起了保票 临走之前 微微还把朋友的照片递给了她 可没成想 中海打开信封的一刹那 里面的照片 竟是微微自己的 当她想到微微所说的条件 中海再傻 也明白了对方的用意 就这样 两人顺利地走到一起 空闲的时间 一起菜花赏景 游山玩水 可就当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情 无法自拔使 却不料回来的途中 竟被去上班的老爸发现了 而微微也因为约会 遗误了病人的手术时间 可父亲并没多说什么 让她现在立马着手手术 可不料进行过程中 微微再次分了神 就这样 父亲把微微赶下了手术台 父亲也想不到 从小乖巧听话的微微 竟也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 这些天 你在干什么 说呀 看书 医院置办 看微微不肯承认 父亲顿时火冒三丈 老人也因为情绪失控 导致心脏病复发 幸好抢救及时 才把父亲的生命挽回 可微微夹在父亲和爱情之间 难以抉择 一天中海忽然告诉微微 他们部队准备出海训练 尽管她非常不舍 但微微更在乎的是父亲的身体 于是就在两人分别的时候 给对方递出了刚写的分手信 可爱情真的开始了 是真的难以忘却的 尽管中海已经离开 可两人过往的甜蜜 常常让微微无法忘怀 而她也只能把这份记忆留在心底 化作无尽的泪水 然后悄无声息 默默忍受 没有爱情的左右 微微再次开始医学研究 可弟弟维加 依旧一意孤行 整天在街头游荡 一天 她意外看到女友跟了别人 为了不打击维加 莎莎嬉皮笑脸地提出了分手 可此时的维加 早就被迷得失魂落魄 还是想尽办法挽留 于是她就邀请 莎莎来到家中 准备和父亲明谈 可莎莎每次想到 她父亲是个老古董 甚至都懒得看维加一眼 没成想 这时候书架上一个奇怪的盒子 竟吸引了莎莎的好奇心 原来这个盒子 是严伯伯送给父亲的礼物 也是当年冒着炮火抢回来的 而维加的父亲 也是依靠这个盒子 让无数战士起死回生 可还没维加把话说完 莎莎就拿起了盒子 瞬间让维加心慌意乱 我爸爸不喜欢别人 动他的东西 不然他要生气的 你就知道你爸爸 我偏要动 打至二人争抢的过程中 盒子硬生生摔在了地上 而里面竟藏着大量的支票 这也让已经灰心的莎莎 顿时来了精神 甚至维加也不清楚 自己还是个富二代 没成想超能力的作用下 莎莎主动希望和维加和好 并且厚着脸皮说道 之前都是对你的考验 人家都说 不经过考验的爱情 是靠不住的 你以为这段时间 我的日子好过吗 在莎莎奥斯卡般的表演下 让维加对她的话深信不疑 在知道家里前多后 两人过起了非常奢华的生活 而维维很快成为了 院里最优秀的眼科医生 日子一天天过着 就在她感觉 即将要把中海忘记的时候 一则命令打乱了她平静的生活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潜艇部队的一名士兵 在执行任务期间 不幸把眼睛伤到了 上级给维维父亲下达了命令 让她动身物 把这位士兵的眼睛治好 而作为父亲副手的维维也去了 病人的情况 受伤的是个潜艇鱼雷掌 名字叫中海 当知道受伤的人是中海以后 维维拼命地往病房跑去 此刻的中海 双眼被纱布缠绕 而她的手中有好几封 还没来得及寄出的信件 护士本以为她想寄信 打之中海 却求她帮忙烧掉 烧掉 为什么 维维 维维是谁 中海的这番话 让维维痛彻心扉 她先是接过护士手中的信件 缓缓朝着中海走去 或许相爱之人有心灵感应 还没等维维开口说话 床上的中海 就感知到了维维的到来 维维 是你吗 是我 你怎么来了 我 维维 不要难过 为了你的今后 为了你的事业 离开这儿吧 忘掉我 为了明天 你还要给人们做出贡献 人们会感谢你的 我也会感谢你的 直到这一刻 维维才冲破了父亲 给予的枷锁 她清楚自己有多爱中海 中海同样爱着她 她准备永远地留在中海的身边 两人永远不分开 维维安慰中海说 说你的眼睛早晚会好起来的 大家正在会诊 你的眼睛一定会治好 一定会好 即使万一你 还有我呢 我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 很快专家开始会诊 然后确立了治疗方案 维维被认定为 这次手术的主刀医生 然而 她却紧张得不行 根本没办法主刀 维维 听说是你给我做手术 我真高兴 不要怕 会成功的 即使失败 也没什么 我失去了眼睛 可让你得到手术上的经验 这不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来吧 父亲听后默不作声 只是慢慢走向了手术台 幸好手术非常顺利 在中海把纱布拆掉的那一刻 众人紧张得无法呼吸 看得见我吗 看见了 看见了 严伯伯把父亲偷偷拉出了门外 询问他对维维和中海的事情 做何感想 爱情和事业是可以互相促进 作为父亲 我愿为这种爱情祝福 拥有家人祝福的爱情 才是完美的 父亲也为之前的 苛刻给女儿致歉 还是把女儿亲手交给了中海 并嘱咐他去了公婆家 要主动劳作 可不能把自己当成大小姐 被人捧上天 中海 向你爸爸妈妈问好 对中海家里的人 可要亲呢 这更不用您操心了 只要您不生气 这别对您还亲 两人在父亲的目送下 踏上了幸福的旅程 当中海带着城里的老婆回来时 这家人开始紧张起来 毕竟他们的乡下人 不知道该怎么招待这个城里媳妇 这是爹 爹 您好 好 好 这是娘 娘 你好 好 好 微微的纯真善良 让老两口放下心来 与此同时 女儿的出嫁 让父亲突感孤独 而她的身体 也更加疲惫 当她考虑 要不要给孩子留下什么屎 房内传出了儿子的声音 你别担心 你不是亲手数过 爸爸的存款单吗 有那么多的钱 我们的小家庭 一定会幸福的 听到这些 让父亲目火攻心 胸口的痛感 接踵而至 尽管被及时送往了医院 可情况却有些 悲观 微微和中海 赶忙朝着医院赶去 可终究开始来晚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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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葬礼结束以后 严伯伯说出了老人 临终前托付的两样东西 一件是倾注了 她全部心血的医术 一件是她心爱的纪念品 盒子给到了微微 而另一件交给微家 看着转折存折的盒子 到了姐姐那 莎莎赶忙 事宜为家换过来 姐姐 嗯 我就这个 一窍不通 微微并没有多想 便把盒子给了弟弟 两人赶忙返回了房间 可当打开盒子的一刹那 里面的存折不见了 原来父亲把所有的钱 都捐给了医院 成为了人类医学研究的基金 这一刻 当莎莎的心凉透了 她竟直接把胳膊上的黑布扯掉 原来她一直伪装自己 接近微家 就是能够获得父亲的那笔钱 直到现在 微家才幡然醒悟 微微和中海 一起去看日出 看着远处缓缓升起的太阳 让中海不由地问道 要是我的眼睛 真的瞎了 怎么办 我就像对小孩一样 每天牵着你 你想到哪 我就带你到哪 明天牵着他